Let's go play 新高雄 英國天堂COPLAY 十一號十二號高雄新主場館開場 上午賣週邊紀念雙品 數百位歌迷頂著大太陽排隊搶購 想買這個一號還有十號 衣服跟帽子 買短袖的T恤 對 跟長袖都包 反之朝聖花錢很大方 有黃牛為了搶演唱會雙機 專門用程式來搶票 每張加價一千到兩千元 對外販售 遠景上門逮人 警方在嫌犯的家中 收出了COPLAY的門票 從對話記錄上看到 有粉絲詢問要買一千五百元的票 嫌犯勞務費就要多收一千兩百五十元 等於是票價的八成多 其實現在在廣網上 十二號星期日 搖滾區和看台區的票 還沒有賣完 粉絲想要一睹天團的風采 不用買黃牛票 而天團在全球巡演 不只唱歌還會請工作團隊到當地做公益 COPLAY的工作團隊到慈善機構做志工 這次陪伴的對象是二十名特殊孩童 另外還很重視環保 像是演唱會的手環會隨著現場的燈光變換 現場發放 結束了之後要歸還 之後還會公布回收數據 市府為了迎接天團的歌迷 從十號開始三天在七個捷運站 讓粉絲可以用入場券和紀念票卡 領取五十元的商圈夜市優惠券 市運大到從早上八點就開始封接管制交通 希望連續兩天的演唱會能夠順順利利 三連圈張哲若 何晨峰 高雄報導